是因為我們知道Motorby主要是想要在台灣好好的推廣數可達的改裝文化 那也因為六代進章這台車也慢慢被大家重視 那我們也透過改裝六代進章去挑戰大利寶這個大企劃 也希望讓更多人發現台灣有一群人是在為了這數可達的文化在做努力 是因為我們知道其實上一次12月的時候的這個利寶的挑戰 我們知道我們那時候成軍是比較衝促的 那時候也只有短短的45天在整備這第一個版本的六代進章 有我們的利寶的比賽車 那這段時間呢我們這次把這個重點分為三大項目 第一個是六代進章的動力部分 再來就是懸吊部分跟它的輪胎 動力的部分SMRT兩道把那邊它也針對引擎去做很多優化 那同時因為時間要三四個月他們很多產品的新的模具都開好了 所以在這一次中氣缸跟缸頭都有換成比較接近市售版本的產品 這一次在動力部分艾瑞斯也幫忙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這一次有加上了所謂的賽事模組的部分 那賽事模組可以協助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可以知道車輛狀況 不管油門的開度或是車手的路線 所以我們在第一集的時候其實就在很短的時間內 我們就發現車輛的問題也馬上就讓車子設定到對的方向 不管是傳動的設定或者是懸吊設定 我們都在第一集就找到很好的方向 因為有前一次的經驗 然後轉速的區域我們又把它的適當的往後延伸 但是中間過程還是有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目前的話我們單純就是活塞的高度把它提升了 把壓縮比提升之後 馬力上的提升大約多了2P多 實際的數據大約是24P變成26 我覺得這台車的潛力還是蠻大的 對如果硬要壓上它可能跟原本氣人的近戰比較起來 光是它是水冷你能壓榨的馬力可能就會更大 就是大豬來找我挑戰就是要破單圈嘛 這車子有做了一些調整嘛 換了輪胎啊換了引擎 這台車因為跟我不太熟 所以其實我也是蠻擔心的 而且上一次像有黃浩在前面騎 我有一個煞車點啊什麼來對就會比較安心 這隻一個人騎的時候就是單槍匹馬沒有隊友啊 感覺比較緊張 對 第一趟騎2分01 後來因為我們看了轉速啊什麼有做了一些調整 把轉速往上調像出彎原本是10300轉 調到一出彎就11000 尾段也是差不多11500 這樣子整體GPS有快了3公里 第一回合的時候就是先試看看轉速 是不是會盤轉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下來之後就有做一些 可能阻止客速的調整 然後eboost就是先試看看會不會沒電 因為我們也怕加速的路程很長 對然後我試著先把它先開個50% 然後去RUN 然後第二RUN 我們就把珠子的客速降輕 讓它處理在小彎的部分好處理 然後eboost就直接把它全開 所以這秒數就又比上一次又推進了一兩秒這樣子 那接下來說說避震器的部分 沙漁工廠在後避震部分有幫我們優化我們的避震器的主力設定 所以讓車手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讓六代做出我們想要的時間 它其實在第一節下去很快就已經摸到兩分 很快就進入狀況 但在第二節我們微調過傳動之後 就已經馬上突破上次的紀錄 第二趟一分58.69 因為整體轉速有上來 然後煞車點我們又有可以試著往後延伸 就是變更晚煞車這樣 對那就是整體還算順利啦 還沒有到很危險 可是下午也不一定有把握可以更快 多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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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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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